菲律宾外交部在9号宣布 鉴于菲律宾驻华使领馆收到大量的虚假申请 菲律宾将会对中国游客实施更加严格的签证措施 菲律宾外交部副部长多明哥就表示 收紧对华游客的签证要求 与中非两国在南海的争议无关 而是为了减少与网络博彩有关的犯罪事件 保护中国人的自身利益 同时促进优质旅游 他说在菲律宾网络博彩公司非法务工的中国人员 令不少中国公民受骗 而更加严格的签证要求 意在剔除掉不合法和不受到欢迎的游客 虽非方希望看到中国游客数量的增加 但是旅游业的经济效益和国家安全之间 也应该要取得平衡 日后中国公民申请付费个人签证 需要提交社保的证明 银行的流水单 饭店机票 预定证明等有关文件 而且要需要进行面谈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